只因为对方多看了他一眼 这个小混混就骂骂咧咧地拿出了手枪 接着更是嚣张地站了起来 谁知下一秒 面对这样的情形 另一个小混混吓得不知所措 看到男人凶神恶煞般地走了过来 于是急忙向他求饶 而此时男人见到对方是个耸包后 也就此作罢 接着他又反了回来 捡起地上掉落的手枪后便扔了出去 再重新回到了自己的车里后 同伴也发动了汽车 随后他们也没有再理睬对方便扬长而去 直到这时两名混混还没意识到 他们招惹的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存在 因为两人不仅是一对亲兄弟 而且还是实打实的银行抢劫犯 就在两天前的一个早上 一家银行刚刚上班就遭遇了他们的抢劫 银行职员吓得赶紧拿出了抽屉里所有的钱 然而两人却只要一到二十元 但一旁的老牛仔却对此吃之以鼻 汤姆见状赶紧叫弟弟对他进行搜查 果然杰克很快就从对方的身上找到了手枪 但毫无经验的他却犯了一个错 而这个错误也差一点就要了他们的命 就当两人抢完钱准备逃跑时 老牛仔也顺势拿起桌子上的武器追了出去 接着就对两人毫不犹豫地开了枪 好在他们驾车跑得够快才没有受伤 这时驾驶车辆的汤姆埋怨弟弟太不小心 但杰克却异常兴奋不以为意 因为这是今天他们抢劫的第二家银行 虽然有风险但还是成功了 这也离他们的目标又近了一步 这时汤姆提出还想继续抢第三家银行 但却被杰克阻止了 很快他们就回到了位于郊外的一家农场 这里是他们的家 而两人回来后所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把车推进了一个事先挖好的深坑之中 随后杰克驾驶勾机将其彻底掩埋了 很快警局老白便知晓了这两起银行抢劫案 但令他非常诧异的是 此次抢劫的都是米德兰银行的质号 而且两家被抢的金额也分别只有几千美元而已 随后他和搭档便来到了被抢劫的银行 经询问可以判断出两名劫匪应该是当地人 但抢劫的现金中却没有百元大钞 所以警方根本没有办法追踪 而且事发前两家银行的监控系统均遭到了破坏 看来他们已经为此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 不过老白分析 他们肯定不是为了抢劫几千块钱而已 接下来这两个人还会对其他银行继续动手 当然老白不会知道 兄弟二人之所以这么做是有原因的 汤姆入狱十年刚刚回到家 但却没来得及见自己母亲最后一面 而杰克也为了给他治病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 况且当年母亲还把农场返向抵押给了银行 而他们抢劫来的钱还远远不够将其赎回呢 于是两人又重新驾驶一辆汽车出发了 但他们并不知道 此时老白已经预判了他们肯定还会有所行动 两人来到一家餐厅后 杰克便向好久未见的哥哥肃气苦来 他已经和妻子离婚了 不过现在却欠两个孩子大半年的抚养费 而且银行的贷款几天后就到期 几代人辛苦打拼留下来的农场马上就要一煮 这才是他最为痛心的事情 然后去车上等他 接着杰克等了哥哥一会见其一直没有回来 于是便负账走人 没想到他刚刚走出来 就发现汤姆从旁边的银行跑了出来 杰克马上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于是在接到汤姆后马上驾驶车辆逃离了这里 虽然他抢了很多钱 不过这次行动却不在他们的计划之内 因为他们的目标只是米德兰银行 为此杰克非常愤怒 但是以至此也没有办法 于是他们便匆匆地赶回了家 又把这辆无名无姓的车也掩埋了起来 然而就是这次鲁莽 也使老白他们很快就发现了线索 因为这家银行里有监控 而老白也从附近的餐厅里 得知了两名劫匪的外貌特征 与此同时 汤姆和杰克又重新换上了一辆车出发了 他们哪里知道 老白早已盯紧了米德兰的其他致好 虽然两人在加油站遇到了一点小麻烦 但并没有耽误他们的行程 很快哥俩就来到了当地一家大型赌场 杰克也把所有的钱都兑换成了筹码 但他们来此却不是为了赌钱 一会的功夫就赢了很多 但理智告诉他这笔钱很重要 所以及时的建好就收了 而杰克也正坐在桌边打发时间 因为他们来此也只是走一个过场 没想到这是一个美女主动过来和他搭讪 而杰克也被对方的热情吸引 两个人正聊得水深火热时 汤姆就回来了 女人的伎俩一下子被汤姆识破 杰克也只能幸幸地跟着哥哥离开了 这次他们不仅开了支票 还兑换了很多现金 但杰克却始终高兴不起来 因为他们在负责抵押方面的律师那里了解到 母亲和米德兰银行签署的是反向抵押贷款 而银行每个月只是支付他刚刚购用的生活费 但等他病逝后就可以以最小的代价得到他的统定 这也是这家银行一直压榨穷人的惯用伎俩 所以杰克他们为什么只抢劫米德兰银行 就是打算用他的钱还他的贷 不过现在合同马上就到期了 时间紧迫 所以兄弟二人第二天早上又再次按计划出发了 这次不同的是他们又租了一辆车 就这样两个人分别开着车前行 目标当然还是米德兰银行 现在离最后的期限还有两天的时间了 所以他们不得不加快步伐 然而当他们来到第一家银行时却震惊地发现 他居然关门了 没有办法 他们接着又按计划向第二家银行赶去 殊不知此时老白和他的搭档正守在那里 汤姆和杰克一旦出现必定会被擒火 然而万万没有想到 当他们行走到半路时汤姆却停了下来 杰克急忙下来询问 原来是哥哥打算放弃原来的计划 因为今天第一家失败了 而第二家银行又太小 所以他建议索性干一把大的 不等杰克反对汤姆就向另一家米德兰分行出发 随后他们在小镇外留下了一辆车备用 和以往不同的是 他们打算抢劫的银行所在地明显要繁华一些 这无疑会增加行动的难度 很快车辆便停到了银行的门口 此刻他们已经做好了准备 没有更多的话语 随即两人便开始了行动 谁知他们刚一进大厅便震惊地发现 这家银行里居然挤满了人 但剑在弦上不得不发 汤姆一马当先地冲了上去 在两人控制住所有人后 两个人分工明确 汤姆冲进柜台命令所有工作人员打开抽屉 而杰克负责处理突发情况 虽然他们进行得很顺利 但还是有一个女人偷偷地发出了短信 当然这一切杰克并没发现 而柜台内的汤姆也已经开始向口袋里装前了 此时的气氛已经紧张到了极点 因为杰克不可能靠一个人控制所有的局面 很快意外便发生了 意外的枪响使汤姆快速地做出了反应 这时现场彻底乱了 一个布克也乘机进行了反击 面对这样的状况杰克一时间手足无措 幸好汤姆及时从柜台里跳了出来解决了这个 接着兄弟俩便从银行里火速地逃了出来 然而直到这时他们才发现 附近的村民早已经把他们包围了 这时汤姆见情形对他们非常不利 于是冒着枪林弹雨果断地冲进了汽车驾驶行 随即用手控制油门开动了汽车 接着杰克也跳了上去 但还是被一颗子弹击中了 随后两个人火速地离开了这里 但周围的村民却驾驶车辆紧紧跟了上 与此同时警察老白也接到了银行被抢劫的信息 同时也知晓了当地人正在对嫌疑人进行围捕 于是他们也赶紧驾驶警车赶了过去 而此时汤姆和杰克这边却危机重重 因为后面有多辆汽车在追踪他们 逃跑的路上杰克抱怨汤姆不应该杀人 但此时说这些都已经晚了 还好他所受的枪伤并不严重 直到这时两个人才发现 想甩掉后面的追兵非常困难 面对这样的情形汤姆果断地把车停下 随后不慌不忙地走了下来 接着从车厢里拿出了一柄重武器 没有丝毫地犹豫 直接对后面的追兵开了枪 后面的村民哪已见过这样的阵斗 于是顶着强大的火力急忙吊转车头逃窜 而杰克见追兵逃走后也开动了卡车 随即汤姆跳上车辆后便迅速离开了这里 他们终于安全了 因为他知道出了这么大的事情 他们是不可能全身而退的 更何况汤姆手上已经沾了血 只有他吸引所有人的目光后 才有可能让弟弟成功逃走 杰克知道哥哥的良苦用心 但此时他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接着他们互到宝中后便分开了 此时的汤姆心意已绝了无牵挂 在迎面撞见警车后果断地驶入了山路 当然警察不可能放过他 于是在后面紧紧追赶 而杰克在这一路上也多次遇到了警车 但都呼啸而过并没有受到盘查 不过这一切也隐隐使他担心起来 果然这些车辆是去抓捕汤姆的 此时的他正在路上玩命狂奔 可面对后面众多辆警车 他却十分从容 因为汤姆知道早晚会有这么一天 见前方无路可逃后 他索性把车开向了山顶 直到车辆再无法前行才停了下来 接着汤姆将汽油泼向了副驾驶 然后用打火机点燃了他 随着他跳了出来 燃烧的车辆便快速地撞向了 后面追击而来的警车 借着爆炸的空隙 他急忙来到了山顶 寻找到一个有力地形后 便拿出了狙击步枪 随后将枪口对准了身后的警察 面对呼啸而来的子弹 追过来的警察们吓得只能躲在车后 老白不明白汤姆为什么这么做 因为这样的举动无疑是死路一条 然而正在说话间 他的搭档却意外地重大 面对多年好友惨死当场 使老白怒不可乐 就在这时刚才逃跑的村民也追了过来 为了减小不必要的伤亡 于是老白赶紧让所有的车辆退后 接着他又让一个村民 带着自己绕到汤姆的身后 他势必要给朋友报仇血恨 与此同时 杰克也看到了前方道路上 警察设立的关卡 于是他急忙整理了凌乱的头发 接着又用安全带挡住了受伤的身体 此时他绝不能逃 因为逃跑就意味着自己必死无疑 所以他只能硬着头皮把车开了过去 很快警察便对他进行了询问 于是杰克强装镇定地进行配合 好在警察对他的身份进行合适后 并没有发现问题 同时他们也了解到 前方正在对杰范进行微卜 所以便放松了对这里的警惕 最终杰克终于顺利地脱离了险境 而汤姆这边却没有这么幸运了 因为此时老白已经绕到了另外一个山头 从这里也正好能够清晰地看到对方 当然这一切汤姆毫不知情 他还继续对山下不断增援的警察进行射击 汤姆知道今天自己必死无疑 而唯一能做的就是尽量给弟弟拖延时间 让他有机会能够安全地离开 很快他就打光了所有的子弹 与此同时 远处的老白已经用狙击枪瞄准了他 随着一声枪响后汤姆被成功地击毙了 而老白也终于为自己的搭档报了仇 当天晚上 杰克在赌场的电视里便得到了哥哥被射杀的消息 这使他的心情无比沉重 但他也知道汤姆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自己 所以杰克无论如何也要把农场赎回来 但没想到 当他第二天赶到米德兰银行时 却受到了行长的刁难 因为再过几个小时农场抵押的时限就到 那里不仅仅是一片土地 最主要的是他的地下被发现了大量的石油 所以他想故意拖延时间 但杰克不会给他这个机会的 他凶狠地盯着行长 并警告对方不办理完他是不会走的 没有办法 最后行长还是给他办理完了所有的手续 但他根本就不知道 杰克竟然是用他们银行的钱把农场赎回去的 这真是一个天大的讽刺 此时老白还在继续调查这起银行抢劫案 但随着汤姆的死后所有的线索都断了 直到有一天退休后的他又再次翻起了当时的档案 意外的发现汤姆罪行累累多次入院 但他的弟弟杰克却没有任何案件 对此老白有一点疑惑 不过同事却告诉他 因为米德兰银行和杰克达成协议开采农场里的石油 他每个月的收入不低于5万美元 所以这种富人怎么可能冒着风险去抢劫银行的4万美元呢 更何况当时抢劫案发生时 旁边餐厅里的服务员声称并没有见过他 老白听后也只能作罢 但还是心生疑虑 他回家后反复思考认定一定是杰克参与了抢劫 于是索性直接来到了他的农场 没想到对方却拿着枪走了出来 于是老白挑衅地告诉杰克 现场一下子火药味十足 但杰克还是把他请了进来 谁知老白一落座便直接指出他才是这起抢劫案的主目 这也直接导致了自己的搭档丢掉了幸运 双方又一下子剑马弩张起来 一场生死对决马上就要上演 刚好这时杰克的前妻和孩子回来了 这也无意间化解了这场危机 老白也只能幸幸地离开了 此时杰克已经把农场留给了他的两个儿子 而他也没有和前妻复合 也许是因为自己为私利导致了多个无辜的人受到牵连 孤独终老或许是对自己的一种惩罚吧